12月5日24时,中国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, 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40元和425元。 折合升价,全国平均来看,92号汽油、95号汽油、 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.35元、0.37元和0.36元, 这也是2022年下半年以来,中国成品油价的最大降幅。 12月6日,记者来到北京一家加油站, 不少车主正在排队加油。 对车主而言,此轮油价下调意味着什么呢? 业内分析师算了一笔账。 像汽油方面的话,我们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来计算的话, 车主们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7.5元。 那柴油的话,以越跑1万公里, 百公里油耗为40升的物流运输车为例来讲的话, 新计价周期内运游成本比前期的话会减少720元的一个支出, 运游成本缩减还是比较明显的。 目前,国内现行的成品油计价和调价周期为10个工作日, 调价幅度参考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的均价来测算。 根据规则,下次调价时间为12月19号24点, 届时油价还会延续下调态势吗? 分析师表示,全球原油供应仍然较为脆弱, 不确定因素较多,因此继续下调的可能性不大。 像进入新计价周期以后的话, 整体价格的话可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。 变化率的话,大概率是会转入一个正向区间波动。 那我们预计的话,调价对线后首国工作日的话, 变化率会在0.7%, 对应的上调弧度的话是在30元每吨附近。 短期议的话,原油走势还是会比较震荡。 新计价搁浅和小幅上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